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成 你谈谈好厉害哦 我们一下就多赚了百分之二十呢 就算什么呀 我还有更厉害的呢 那我们赶紧回公司把合同改了吧 行 走吧 走吧 来 几下 行 那你回去吧 那我就不送你了 好嘞 刘一芳 恭喜你了 懒得搭理你啊 恭喜恭喜 原来你们家那好菜就是那样啊 什么意思呀你 什么意思啊 别装了 还不好意思承认呢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吉祥的男朋友啊 刚才我都看见了 你又憋着什么坏呢你 还行 高高大大的 一看两人感觉就不一般 挺好 挺好啊 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喝喜酒也不请你 那是我们吉祥的老板 对吉祥可好了 现在呀 两人正交往的呢 我跟你说 刘舅凤 你得让吉祥留个心眼 现在的老板多难对付 你别到时候吃亏 行了吧你 别小人置心了你 但大海对我们家吉祥可好了 一心一意的 而且大海条件也好啊 你就是羡慕嫉妒恨 我倒是应该提醒 你得关心关心你儿子 那天我看见了 他和一个女孩亲亲我我的 那个怎么着 那就是那个陆团的千金 你看见了 看见了 你就听他说那话 你刚一听 好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我这牙都倒了 说话多好听啊 时髦 我跟你说 这个陆锡塔娜呀 特别特别喜欢李晨 李晨对她也挺有感觉的 哎呀 谢天谢地呀 你们家刘美丽 没追上我们家李晨 要不我儿子亏大了 找骂的吧你 你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要是能找上我们家美丽 这是她的福气 我告诉你 我们家美丽怎么了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你就让她找这小妖精吧 累死她 你不要有狐狸的心态 端正态度 端正态度 虽然你们家那个准女婿 油腻了点 其他的还不错嘛 跟吉祥说啊 看紧了点 可别叫别人给拐跑了 哭都来不及了 你操你们自己家的心吧 你管得着吗 行了 李晨峰 关于咱们两家PK的问题 到此为止 老李家完胜 傻不傻呀 你敢PK吗 吓死你 爸 您接着干嘛呢 今天跑猛了 腰闪了 这不考一考 往中间给我掰掰 有点偏了我 那你这沙发你转过来干嘛呀 腰没事吧 这样不是又能考药 又能看电视剧 今天这么热 你到这来很辛苦 你这看什么电视剧呢 我从一百零二集看呢 忘了我也没看明白 就是挺感人的 我记得您以前从来不看韩剧的 现在咱们还看韩剧了 挺好看的 你是不知道啊 就这个男的 就这个 看见没有 喜欢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 家里头就是不同意 晚上俩孩子给难为了 你没看哪 爸 你说 如果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 也有这样的事发生 该怎么办 这中国就不可能发生这个事 中国哪有这样的父母啊 那不不懂事 那不不同学大理 那不难为孩子 那是亲生的吗 那可不一定 你给我挖泡那张往里跳是吧 你是不是还说 对门的泡样子 什么 行行行行行 不走不走不走 没法跟你聊天啊 是啊 我觉得吧 您还是太无聊了 要不这样吧 我教您上网 您可以在网上 跟美国老头下棋去 怎么样 不行啊 没人能吓得过 爸 我上次让您考虑那事 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啥事啊 就是跟刘阿姨缓和关系嘛 正在酝酿 我看您就甭酿了 爸 我知道您面子薄 这事我替您做个主 我给吉祥打个电话 让吉祥请他妈 来咱家吃个饭 你拧他们引起 这样你们俩关系不就缓和了吗 对不对 怎么样 行不行 我没生气 你不回答我 我就当你答应了 那我去办家 我跟你说啊 你刘一院吃那个董包羊肉 都买点羊肉回来啊 完了我来吃 又老太太睡觉喽 摔着 睡着了都 妈 干吗呀 那个你记不记得 你前两天 说要跟对门李叔管好关系 我说了吗 说了呀你忘了 你说了 关键是什么呢 刚才李承打电话过来 说他爸也想跟您广和关系 邀请您吃饭 吃大餐 老冯头子想你 请我吃大餐 那他干吗不直接跟我说呀 干吗非得通过李承告你再告我 这你也得理解一下 人家年纪大了 耗面子吗 他年纪大了 他才不耗面子呢 他那脸皮得多厚啊 比城墙都厚 怎么说话呢 人家都请你吃饭了 你还这么说人家 真的假的呀 真的 我骗您干吗呀 老冯头子吃错药了 行行行行 既然他请我 那我去 你同意了 我有什么不同意的 我没所谓 我要是不去 那不是显着我就太小心眼了吗 妈 你就应该这么想 睡吧 偷听的 什么呀 偷听什么呀 睡觉 李起响 乖 李起响 乖 怎么了姐 刚才你跟咱妈说什么呢 对门李叔要请咱妈吃饭 怎么了 没怎么 咱们俩要缓好关系 你不高兴啊 谁不高兴啊 我怎么不高兴了 我当然希望他们俩好了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睡觉 让我妈和李叔叔和好 还真有他俩的 妈要和李叔和好了 他俩的事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喝这小海贵 想得倒霉 没死你得了 来 你说 你说 喝 喝 买这么多好吃的 哇塞 你这要请谁呀 一定是个贵客 否则你能出这么大学本 那是谁 是我妈是不是 我刚玩就知道你要求我妈吃饭了 那对 我妈可高兴了 我妈跟底下那几个阿姨聊天 全都说了 老李要请我吃饭 要给我陪李道歉 你说是不是也该和好了 不过李叔啊 我挺佩服你的 打了这么多年你都不低头 这回你怎么想起低头了 你真爷们儿心胸太宽广了 以后我得向你学习 李叔我妈不爱吃咸的 你做的时候少放点盐啊 希望你俩能和好啊 李叔再见 我走劳学上楼了啊 拜拜 我还没发言呢我 哎 你听我跟你说啊 哎呦 这么漂亮你啊 干嘛呀 哎呀 都快愁死我了 对面的老风头子吧 今儿哭着喊着非得请我吃饭 你说我怎么办呢 哦 我要不去吧 影响这个接着接方的安定团结 那就去呗 反正看他唱的是哪一出 他要是诚心诚意 我就话题为有 他要是鸿门宴 我就闹天公 妈 没准真是鸿门宴呢 怎么了 刚才我在楼下碰见李叔了 那老脸拉的 比驴脸都长 我看那表情乌云密布的 也不像是要请人吃饭的样啊 你的意思他有埋伏 小心 有什么情况及时呼叫我 啊妈 放心吧 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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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准时赴约 请我吃什么山珍海味 西餐 西餐 我坐哪儿啊 请坐 坐这儿 坐这儿 来了 按照西餐的规矩 正在开始以前 要吃点甜品 请 西餐甜品厚吃吧 厚吃呢是不定 请 干吃啊 你看 红茶我给忘了 冷茶冷茶 快上来 快上来 什么呀 姐 果然有埋伏 来了 英国红茶 请 就这么吃了 你先吃 你先来 客人先来 当然了 女士又先 还挺绅士 我吃了啊 刘晓鸣 老公 我谢谢你其实还挺打鼓的呢 你们他俩能不能和好啊 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你想想那天他们俩在楼道里 聊得那么热火朝天 而且今天我爸还主动起课 给足了你妈面子 我觉得也是 我妈也说过 我说只要你爸给面子 那肯定先低头道个歉嘛 那还说啥呀 他们现在肯定坐在一起 品尝着美味佳肴 睡着觉 没事还一块儿聊戏呢 一想这场景 我心里就美得很了 我也美得很了 李大龙 自己制作的芥末加鲜品干好不好吃 我告诉你 我还以为你就是小薰雅的 没想到你这么阴险不耻 你还跟我来 这个给我摆鸿门宴 你还嫩了点 我告诉你 李大龙 害人害己吧 活该 我告诉你李大龙 我今天还真是诚心诚意 来赴你这个约 但是真没想到 你就是这么一个小人 所以你活该 我今天要不是我闺女 提醒我提防着你 现在你这德行的 那就是我了 你有劲吗你 有劲没劲呢 这么多年的事了 你还记仇 我还真告诉你 从此以后咱们俩就是 永远的冤家 永远施不两立 你记好了 买手机呗 太阴险了 太阴险了 怨不得男人都不愿意陪着女人逛街呢 这就是个体力活 我才陪人家逛这么一会儿婚 你就嫌累哦 你知足吧 当年啊 我就没陪过你妈 你才要补偿啊 你知足吧 你看那 你看那 那是不是李诚啊 不是啊爸爸 你看错了 怎么不是啊 长得有点像啊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吧 不是 她就是李 旁边那 怎么还有个女的 那谁啊那是 我也不知道啊 我知道 妈啊别去了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吧 干什么呀 你看他 人呢 小兔崽子 他学会脚踩两只船了他 我到楼下了 马上就上去 你别着急 等会儿 是不是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改口了 哪那么快呀 小姑 你俩怎么一块儿回来的 那个 我们在那儿碰上的 你来干吗呀 你爸给我打电话 说吃东西 嗓子被芥末落着了 芥末 我爸不吃饭 怎么可能吃芥末呢 谁知道呢 不是 我爸不是 请你妈吃饭吗 怎么吃上芥末了 对呀 我妈没事吧 前姑姑 这里还有你妈的事呢 我爸今儿就是 请他妈吃饭 那快回家看看吧 看看去 看看去 哥 爸 怎么样了 爸 怎么回事啊 连话都说不了了 来 我帮你看看 怎么回事这是 伤嘴 没什么事就被蜡蜡了 这两天多喝点水就行了 叔叔啊 没事吧 那个 我妈呢 你那个阴险的母亲呢 阴险呢 爸 您不是要请刘阿姨吃饭吗 怎么还吃上芥末了 你不知道你不能吃辣呀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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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要不然你回去问问你妈 看怎么回事 你先回去 奶奶 叔叔我先回去了 您多喝点水啊 我走了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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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于何生量啊 她那智商还想整我呢 妈 妈 您听我说呀 她几斤几两 哪是我的对手啊 您说是不是 唉 跟我玩下样 我就这么一个掉包剂 她全下 妈我跟你说 现在跟李叔叔 你已经是打出经验了 你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妈 您知道吗 她就吃了那芥末之后 你知道她就特别猙獰 又那么浮坏 妈 她都没有病是吧 妈 妈 你是不是在吃挺当鲜的 吃什么饭啊 还吃饭呢 我告诉你 这老疯头子 她要能请人吃饭 那母猪她都能上个树了 我告诉你老闺女 她请我吃饭 我就知道 她没安什么好心 我提防着呢 你猜怎么了 妈我跟你说 你就应该把她给镇压了 否则下次李叔叔 还不定怎么再欺负你呢 那我也怎么回事 你妈到对面去赴宴去了 然后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 李成她爸就拿了 带芥末的饼干 要给你妈吃 也不知道你妈呢 使什么招数 把这个带芥末的饼干呢 让李成她爸给吃了 现在李成她爸呢 呛得半次不拉火 你妈就行为成这样 让谁都不能回屋 为什么不让我回屋啊 我是不是第二包饼 我已经明白了吗 反正就是咱们家占便宜了 他们家吃亏了是不是 那我觉得有可能是 李成她爸跟您开玩笑的 开玩笑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有呢 芥末骗人吃开玩笑的吗 她这是害人 她可以说这是犯罪呢 我跟你说 你应该就是 妈 亏得你反应快 你说你要反应慢点 这会儿成啥什么样的 那不就是你呢 可不是嘛 你干什么呢 妈 你应该这么想啊 她既然成心成意的 想请你吃饭 她为什么还要害你呢 对不对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你怎么老胳膊肘往外拐呀 你怎么老向着外人呢 妈 在她眼里指不定 谁是外人呢 刘美丽 你能花这么多呢今天 滚 我告诉你吉祥 要不是你穿着我 去赴这个鸿门宴 我还不至于受这个气呢 没有啊 不过也好了 我告诉你 从此以后我还就踏实了 我跟这老风头子 从此以后不可能和平共处了 哎哟 这位好邻居是做不成了 这个好亲戚 就更别想了 怎么办 我哪知道怎么办呀 嗯 你们这就叫啊 熊虾子进包米地 虾掰 就那一句话一顿饭 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啊 啊 那是不可能的 你没看这韩剧吗 啊 得看到二十集以后 才能分得上校呢 哎 你早就知道有这么大的事是不是 知道一点点了 小诚好像是有个女朋友 是他在美国的同学 那你还不早点告诉你爸爸啊 啊 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 让他耍着女王啊 人家想慢慢跟小诚相处了 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夺回他的心 欺人太甚 他欺人太甚 看你那李大龙老实八交的 还跟我玩这事 他们也让那是喝起火来耍弄我们的这是 爸爸你别生气了 其实小诚从来都没有说过喜欢过人家啊 你 你说 哎 那你还 我喜欢他 我女儿啊 你是缺心眼啊 还是脑子有毛病啊 哎 你是什么条件 要形象有形象 要身材有身材 要嗓子有嗓子 而且谈团那么的优雅 你再看看你爸爸 你爸爸是团长 一团支掌 虽然现在退休了 可那也是付出起的吧 你看他爸爸是什么东西 一个看道具的 你是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女儿 那您就别说了 不是 一直都是别人喜欢我 我觉得追别人的感觉也很好 怎么了 还 还 还怎么了 传出你人家笑话 你爸爸是傻子 来 再多喝一口水 哥 要放这儿了 晚上记得吃 明天就好了啊 那我走了 你照顾你爸 少说话 走了 拜拜 爸 不是我说您啊 这事错在您 你说你答应请刘阿姨吃顿饭 往饼干里放什么芥末 是他先害的我呀害的 是他在先我在后 你知道他跟小区的人说什么吗 我为什么请他吃饭呢 我是为了向他道歉 巴基他 讨好他 你知道吗 行行少说话少说话 刘阿姨说您坏话 不太可能吧 是不是有误会啊 你听谁说的 没有误会 听谁说的 我就不告诉你了 我怕你难过我跟你说都怪我 大一石荆州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你到底听谁说的 怎么我听的不可能呢 刘美丽说的 她自己的亲生姑娘 还能害她娘吗 刘美丽 我是物质上摧残的 她是精神上摧残我呀 你知道吗 行行 别说话了 别说话了 好 来 喝水喝水喝 喝 你看 果然是刘美丽的挑事吧 就是她 在楼下拦着我爸 说刘阿姨满楼放风 说我爸扶软了要请客 我刚才特意啊 探我姐的口风 我姐说什么呢 说她在去你们家之前 美丽跟她说让她小心 说你爸摆的是鸿门宴 她干嘛要这样啊 你说我们好不容易有个这么好的机会 都被她给搅和了 她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这不明摆着呢 你说她很介意你们俩在一起的事吗 现在两个老人家再次结院啊 咱们的事就更难办了 哎 陆团长 哎哎 我没事 是你们家李诚有事 我问你呀 李大陆 你儿子她怎么能脚踩两只船 跟露娜好着 那还还还还还跟别的女人勾勾搭搭的 什么意思吧 不会吧 我亲眼看见了 跟一个女人逛街呢 听说是她美国留学的同学 两人她还还搂搂抱抱的 有这事儿 我告诉你李大龙 我们家闺女啊配你们家儿子 那可不算是高攀 谈恋爱行就行 不行拉倒 别老在背后给我耍心眼好不好 做人她得实在 没事 我们肯定还会再有机会的 爸 你这进来怎么不下过门啊 你吓我一跳 随她电话呢实实面秘的 这给朋友打的呗 你睡李屋去 你睡我屋干嘛呀爸 交流一下思想 还交流思想呢 这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来 给我站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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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那边走 来 来 在我那边走 可以吗 来 什么事儿啊 最近你跟这个塔纳怎么样啊 塔纳 挺好的 很好的秘书 帮我解决了很多事儿 怎么了 我 我跟你说啊 这一个人呢 无论有多大的能耐和才华 也不能通货膨胀 也不能得意忘形 也不能丢失自己 塔纳是个好姑娘 你要好好地待人家 不是爸 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陆叔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在大街上看见你 跟一个女的 亲亲热热地逛大街 有点事儿吧 我跟你说李诚啊 咱们老李家族族辈辈 都是读书人哪 千万不能做那伤风败俗的事情 听见没有 爸 那陆叔叔跟你说 他感情的女的是谁啊 他没感情是谁 他跟我说好像是 你刘美的一个同学 对对对对 就是我在美国的一个同学 在大街上碰见了 就在一块儿聊聊天 没什么 这又这事儿 谁啊 不是我说了 你也不认识我美国的同学 我跟你说李诚 你在美国是 喝了六年的洋墨水 这美国人哪 他不管男的女的 他见着面了 就是拥抱我 铁脸啊接吻的 对 那是人家的风俗 这时候又是放到咱们这儿来 那就是伤风败俗 不知廉耻 你知道吗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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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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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屋 你回你的屋睡去吧 好 来 爸 慢点啊 爸说得都记住了 我都听见了 记着呢 睡吧 来 干嘛呀 你别装了 你别装了 我问你 是不是你把妈跟李叔的关系又搞僵的 你让他俩又吵起来的 什么呀 就吵起来僵了 关我什么事啊 不是你跟李叔说妈在陪我说她坏话的吗 你又跟妈说说 小心点她弄的是洪门宴 是不是你说的 妈 别指着话话的 你要揍我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为小敏 为什么 我只是答应你 不把你和李诚的事跟妈说 我又没答应让妈和李叔叔和好 她过分了 醒了吧你 你要是不服气你就跟妈告状去 你顺便把你和李诚的事跟妈一五一十的汇报汇报 你看看她是骂你还是骂我 我说你亲妹妹你至于这么对我吗 那你拿我当过亲姐姐吗 我怎么没办你当亲姐啊 当亲姐姐你什么事都不跟我说 让我像个大傻的事 在那么多人面前 我跟 我真是我都想死 那么多人面前 真是有几个人知道啊 再说了我不说了吗 这 我跟你说了吗 这是迫不得已的 我跟你道歉了 你是我的姐夫 道歉了你就不应该原谅我吗 你比我大几岁呢 道歉 道歉管什么用啊 你把人杀了 你跟人说对不起行吗 你不讲理 我讲理 哎呀过分 你也有生气的时候 叫你尝尝我的感受 这口气不出了 我还真憋得慌 这儿呢 小谷 都到公司了看看本楼上坐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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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说 这说还方便 嗯 我问你点事啊 你跟我实话实说 什么事啊一本正经的 问吧 你跟吉祥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俩什么关系 我 我们就是邻居朋友关系啊 好 看来不打算跟我说实话了是吧 那天我在楼下明明看到你俩手拉着手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 回去我一想 你俩是一起从国外回来的 箱子长得还一样 而且还能拿错 在公园我看到的一定也是你俩 不然那流动能像疯狗一样冲出来 对我那样 是不是为了掩护你俩 怎么这么苦啊 没放糖啊 服务员 加加糖 加什么糖 加什么糖 不说不说 不说 我打个电话给你爸 跟他分析分析 我看看我说对不对 别别别 千万别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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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就是比我爸聪明 你招了吧 我跟吉祥 我们是好上了 而且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好上了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已经登记结婚了 干 干嘛呀 结婚了 你 这么大的事 居然你不告诉家里人 本来我们一下飞机就想说 可是在机上您看他们俩闹成这样 我们怎么说呀 后来也一直找机会说 每次一想说他们俩就吵架 我们根本插不上嘴 不就拖到现在了吗 看来我们老李家 注定要跟他们老刘家纠缠不清 不是 那还有谁跟老刘家纠缠 没谁 你导人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啊 走一步看一步呗 别说我了 我跟吉祥的事已经是癌症 成定局了 说说你吧 我看最近刘叔对你 那可是 别瞎想 我跟他是姐妹之情 真行 连我侄子都结婚了 我真真大力胜女了 来了 来了来了 谁呀 大海阿姨 大海来了 来来来 瞧瞧 又买东西 你每次都这么破碎 持不了什么钱 您别看不上就行了 吉祥 吉祥 魏总来了 这孩子 刚才还在呢 没看他出去啊 没事 阿姨 我不是找他的 我来找您的 我来跟您学系的 还真学系啊 你跟他说好了吗 你跟我这票友啊 好不容易找着您这老师 我都好好学啊 阿姨也都是好几十年没唱了 也算不上教你咱俩一块切磋 切磋 切磋 行 来 先坐 美丽啊 给魏总弄水果 您再帮我看一下 您确定吗 他今天不上班 是 是 刚才那两个电话也是我打的 我 你为什么管我电话嘛 亲 亲 老师 给你帮我想过来吧 让他跟你走 别让他老来咱们家了 你去哪儿了吗 人 你说这找不到 你找不到 什么人啊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老板 我想拒绝他 以后让他别来了 别让他老追着我干嘛呀 我都有老公了 他还追我 姐 你说 平常吃饭 睡觉 打游戏 都想着一个人 你见到他吧 你就兴奋 见不到呢 你就又想去见他 就算不算追啊 那儿呢 我们老板不就这样吗 没事就往身边走 老想跟我说话 我不去上班还是打电话 担心我 不行 你得赶紧想个办法 让他以后别来咱们家了 我要拒绝他 你懂不懂啊 真健康 你也挺好 行行 就是 这是我大闺女 姐 你好 别笑急 你肯定比我大 是 那个不 从吉祥那论 还是应该叫姐 你太客气了 吃水管 吃水管 吉祥 谢谢 大海啊 你啊 要是想学系啊 可得下点决心 是 像我们唱戏的 这身段很重要啊 身段 对 我觉得你得减肥 我就是 我用手太多了 这 这算 爱吗 最起码是 真心了 糟了 咱们还去玩玩玩玩玩玩 姐 我出去一趟啊 你看那吉祥了没有啊 在我这屋里边呢 我靠 这个蛮管子 这是吉祥的表舅 你好 表舅好啊 你哼哼哼哼 你哼哼哼 你哼哼哼哼 这是干啥 吉祥呢 吉祥呢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那个我刚才跟我 就在屋里玩游戏呢 没听见 你坐坐会儿 怎么有事 你们聊你们聊 我那个马上通关了 我过去通一下关啊 这孩子 他是不是怕你 不是 现在游戏都好玩 是是 你怎么在这啊 你在这干嘛呀 你又去跟小白脸约会了吧 是不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啊 这还用通风报信啊 你医院的坐席表 我全都抄下来了 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上班 什么时候休息 今天你就休息 你说你不在宿舍 也没去你哥家 那肯定去逛街了 可是许多在上班呢 谁能陪你去逛街 就是那个小白脸陪你逛街去了 你连我的坐席表都抄下来了 你是不是变态啊 我变态变态 我就变态了 怎么着吧 我早就看出你是个变态了 你看着我眼睛 看什么呀 我喜欢你 我就喜欢你了咋地吧 你给我说出来了 快